這個罷免我的連署呢 我希望我還是進到我該做的本分 包括說今天是總質詢 那我該問證的就是要認真的問證 那地方服務也不會因此而懈怠 那把我該進的本分做好 那我覺得剩下的其實就是留給鳳山的選民來做決定了 只是也希望說接下來即便有一些罷免的行動 也過程是可以和平理性的 那希望大家至少要不要引發衝突 那保持大家的安全這個最重要 你覺得這個罷免連署會不會到第三階段投票 這個名義其實我無法評估啦 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好 那接下來他們到底可以衝到什麼樣的名義 那就是給選民來決定